第一等,就能打過前三名 有用PIM的患者,跟沒有的 可以看到說他們的確在門診就醫 還有急診的就醫,跟住院的次數都明顯的比較高 所以老人用藥的確是一個要注意的問題 我們在門診開設初期 我們曾經說用門診看診的患者 跟像一般門診服務的患者來做一個比較 換言說服務前後,大概兩者的藥費都有維護的增加 可是在於門診總費用來分析的話 一樣是兩者有增加沒有錯 可是我們的服務主增加比較少 增加的幅度,兩者大概可以差到一萬塊左右 所以這樣的整個照務 對於整個健保財務來講 應該是有正面的效益 那在2007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說把我們門診看的病人去看 到底我們這樣幫他看 在哪些部分對他是有顯著的好處 你發現說,在服用的品項數量會比較少 並且他做EQ5D的生活滿意度會比較高 在比較近期 我們也曾經利用這個健保局 給我們所謂的中程病人名單 那在100到102年這幾年 這兩年的時間去看長期就診的患者 到底他們的結果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門診的總次數跟門診費用來講 依然是這個比較降低的情形 在用藥來講 這個出取癌症也比較降低 可是呢,之後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我想我們看大概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我們逐一把其他各科的藥物 給他整個進來之後 他的用藥的這個數量 當然沒辦法說一直少下去 而且病人他也不斷的在年脈 他每多一歲可能這個病又多一點 有時候需要藥物可能增加 那接下來是有關於病房的部分 之所以高齡血病房會整件 當然有其 反正的已解脫 另外,那一方面 你應該說 還是會趁機 我們還是會為一切 讓一個人親密的 你確認